何作修是个物理学家 他今年97岁高龄 他曾经是中科院的院士 他8月6号上午 在有一个话题 叫现在的民营企业家 普遍都在想什么 这是一个话题,微博上的一个话题 他在下面留了几个字,叫 关门歇业,尽量外逃 那么作为中科院的老院士,何作修一直是 公众关注的大号 所以呢他发出这8个字 关门歇业,尽量外逃的言论 这个评论区瞬间就炸开了锅 一阵热闹之后,我们现在已经搜索不到这个何作修的微博账号 而且民营企业家普遍都在想什么,这个话题也不存在了 到底是网信办维稳呢,还是有人伪造话题 不清楚 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话题显然是在 触动人心 民营企业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现状 也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未来,最终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况 那么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是3.5万亿 增长了3.5% 但是去年呢,去年上半年工业利润是 大幅下跌了16.8 那所以你跟去年相比呢,是增长了3.5 实际上你跟2022年相比 就今年上半年的利润 实际上是下跌了14%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情况 就今年的工业利润比前年 跌了14% 那我们再讲私营的工业企业的情况 那么今年上半年私营的工业企业的利润是9,119亿 那么同比增长了6.8% 那么去年呢是跌了9% 那么基本上如果你跟前年相比呢 那基本上就是私营企业工业的利润 是下跌了9.2% 这就是私营企业的工业的情况 商业的情况我就不讲,商业的情况当然非常的惨,大家都看得到 那现在私营企业到底有多惨 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没生意没订单,这几个方面 经营方面很惨 第二个方面惨的是什么 政府敲股吸髓 私营企业现在面临主要是面临这两个问题 当然最让私营企业老板恍恍不可终日的是什么 是他们不知道中共下一步会干什么 会出什么幺蛾子 这一个不小心场子被没收,人被抓起来 这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因为中共也不是没干过 这就是为什么合作修院士 留言 关门歇业 尽量外逃 他讲的是这个 那么你想一下 地方政府 他居然可以倒查税务 税务来倒查 倒查税务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直接抢钱 直接抢钱 这种环境谁不害怕,谁都害怕 而且你像 最近有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改变,比如说公司法 公司法修订 公司法修订当中其中对注册资本的要求 这个注册资本的这个条款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关门打狗 你把这些事情全部放在一起看 如果你是个私营企业 你就会发现 人家中共已经把事情干到这个程度 你还能继续安心经营长期投资吗 肯定不行 当然现在的情况是 很多生意人他更多的考虑什么呢 他更多的考虑能不能挣钱 如果能挣钱 再刨掉这些非经营成本 这个查税呀 你把它当作一个非经营的成本 还能剩不少 那中共的倒行逆事并不是不可以忍 很多生意人是这么想 这就过去十几年,特别习近平上台之后 私营企业的老板就这么想 所以很多人没走 他们会继续坚守 就是基于这个理由 但事实上 到了今年 到了今年这个情况就很特别 为什么 因为钱挣不着了 钱挣不着了,基本上 之前说 中共 很操弹 但是还能忍,因为还能挣钱 刨掉这些非经营成本,我还有还能落下一些 所以他不愿意走 那今年的情况是真挣不着钱 挣不着钱决定因素有两个 第1个房地产 第2个是地方债 房地产现在是没有任何的起色,这是毫无疑问 肯定房地产会持续的下跌 房地产持续下跌 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基调 这个下跌是个常态 而且持续下跌 这是第1个 第2个是地方债 地方债 中国政府没有公布过他们对地方债的处理的 基本的政策 但是我们看他操作的模式来看 中国政府对地方债操作模式就是慢慢解决 就是不会有一个激进的方案 在个短时间之内解决掉,不会 慢慢解决 慢慢解决,大家想一下地方债40万亿 加上融资平台65万亿 地方债也就是说105万亿 那这个时间是10年为单位 10年为单位 那你想一下这么庞大的债务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未来相当长的时间 他的财政状况 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状况,那么第1财经说,说今年 年内 地方债还有6万亿要发行,这意味着今年的地方债 发行的总规模 超过10万亿 去年地方债发了多少 9万亿,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财政收入一年大概20万亿 然后他发债价发个20万亿 就是 有一半的钱 来自发债,这叫银吃卯粮 如果按照这个规模借债 中国政府的债务很快会 捅破天际 我帮大家算一下,目前地方债 和国债基本上是40万亿 那么合在一起是80万亿 加上地方融资平台65万亿 总共是145万亿 那么去年增加了20万亿,加上20万亿就变成了165万亿 今年要是再发20万亿 到了明年年初 中国政府 整体的债务 会超过185万亿 如果你按照3%的利率去算的话,一年的利息就是5万6千亿 你别忘了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只有20万亿左右 你现在利息都占到他财政收入27%,这个 这个前景非常可怕,你现在可以看到 财政危机的方向就两个,第1个 政府会大规模的裁员,大规模的裁员当然会用这个机构调整的方式 事业编制改,企业编制,用这种方式来裁员,把这些原来的事业编制的人员变成企业编制,我就不管他了 就不给他钱了,基本上就这样 那现在山东已经有了方案,应该开始要动了 事业单位基本上是用切香肠的方式 先动一波,再动一波,一步步的动 这是裁员 政府大规模的裁员今年就会开始,第2个缩减预算 缩减预算就是马上要做,财政危机的核心就是 支出超过收入 那支出过于庞大,原因是之前卖地收入很多 所以地方政府的支出规模非常大 那怎么办 那就要把支出减下来 减下来的其中有一个方案叫零基预算的改革,零基预算就是以零为基础编制预算 就不管你以前花多少钱,我不管 我就按照现在的需要 来计算 你要多少钱,那这个做法呢就等于原来有预算的,你未必就有了 我可能就直接就给你砍掉,他压缩预算的力度就非常大 点减下来的